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晓得到底是是何居心 在带什么风向吗 因为网友就直接把这个2016年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给挖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不是郑文灿吗 当时刚刚选上桃源市长也没多久啊 他发了什么春联呢 叫做桃喜满园 那请问这台语怎么发音啊 而且不是他只有自己发春联而已 马上把2016刚刚选上总统的蔡英文 小英总统拉来一起让大家桃喜满园 那谁请问一下 这桃喜满园是不是也是在诅咒大家的意思吗 好了 当时的日益没有人说这几个字不吉利啊 那现在选举都结束了 大家就不能够安安心心过个年吗 连个春联有必要这么政治化吗 玉米委员 过年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要说好话 因为大家就希望讨个吉利嘛 然后讨个习气 但是这位议员呢 于北辰真的是太奇怪了 就是说这么你看龙来桃喜 我觉得这桃源可以用桃喜这两个字 因为它就用个桃嘛 所以比较特别 所以跟喜切喜加起来 其实是听起来是蛮好的 但是怎么会有人故意把这个导向式 龙来桃喜 就是这是真的很触眉头 就是说其实一般大家过年都要开开心心的 那你看这个大家送的这个春年 因为是龙年嘛 像台中它都贪大钱啊 然后还有福韵昌 大家都会用龙这个来做这个议题 那桃源的桃我觉得它就是比较特别 所以为什么郑文燦2016他就用桃喜 然后这个张善政他又继续用桃喜 他的独特性会比较高 因为别人别的县市就没有这个字可以用 那所以我觉得被倒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很糟糕 不过我觉得这个议员真的好好检讨 因为他这样子呢 就是乱带风向一同 今天即使传出来是 龙来桃喜的春年不够发 不是像他讲的不要来跟我拿 是那个桃源民众抢着药啊 就是说觉得这个喜气痒痒 桃喜真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不够这个桃源市政府还要继续加印 所以我觉得过年到了 大家真的是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像这一种会出人家眉头的事情 真的不要这样子乱带风向 否则对自己恐怕这个运气也会有损 对啊 说实在话 他如果没有来这些交的话 很多人都忘记了字字然然 不知道是谁写的 董哥 为什么龙来讨喜 到底有这么不吉利吗 还是就是故意要来带风向 不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投名状 因为宜北城过去是深南的 他是桃源黄乌星党部的主委你知道吗 那后来投向立了 所以他要变成把自己变成王定宜 简单讲王定宜也是外省人 这些外省人或金人 你要到这个阵营里面 有时候就要表达这样 有时候让人家很看得哑然失笑 宜北城他认为说台湾跟中国大陆 就像东汉跟西汉是互相对立的 我想说东汉跟西汉怎么会互相对立 不是西汉魅亡了以后才有东汉吗 才有刘秀吗 穿越剧 穿越剧 这是我们国军的少将 我想说这个怎么办 极光热要是让他在上台讲话讲这个 那下面阿兵哥不是以为看错历史剧了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这些人看一看 笑一笑就好了 因为最近你有时候不小心转到立营的那些台 你真的都是笑 那抢救益川大兵 在讲那些你也觉得好好笑 什么没有靠背的那个高铁什么样 你还讲奇怪怎么会到处都用 这种人怎么那么多 已经违反基本的常识 那我们当然知道 对于桃园这一场民进党是很不爽的 他们本来推出一个对啊 推出一个这么漂亮的人 临至间开始 然后一路一路一路 不但四场露显了六席 六席都没有人 这个是很特殊的 至少应该保住一席或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对桃园的那些立营的人来讲 他们如上考评 可以这样讲 那到最后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代表立营那些议员这次也是心里很谈的 他们到底显得不错 可是你看桃园的很多人都忘了